向前踏的时候要注意到 脚尖要稍微勾起来一些些 参加健走的民众听着教练解说 如何正确进行健走运动 在做好伸展操后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一起绕着孔庙迈步进行健走运动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孔庙 合作举办Let's Work去由大同健走活动 希望号召民众一起来健走 健走是一项简单 然后不需要设备的一些运动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健走培养民众 可以养成每天运动的一个规律习惯 那所以民众他可以利用 每天上下班通勤提早一站的时间下车走路 或者是利用家里面附近的公园 还有学校操场来健走 那透过健走 健走他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那也可以预防我们的慢性疾病 那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为了推广健走 我们今年有设计的这一本 冻吃游大同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有将大同区43条步道的一个资讯都收录在里面 我们也希望民众可以下载或来索取我们的手册 那就可以找自己家里面究竟的一个步道来进行健走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啊 是跟我们的台北孔庙合作 那孔庙本身也是我们大同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走的一个环境 那通过今天的一个健走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民众对于健走的一个兴趣 那之后回去可以在家里面就幸进行健走 养成他每天的一个运动习惯 活动中还特别将运动结合如文化 安排民众欣赏孔庙独特的义舞 并且亲身参与体验 同时还有孔庙古迹导览以及古迹寻宝游戏 让参与活动的民众都觉得相当有趣 我刚刚有体验那个就是说六亿舞怎么跳 因为我以前就是来看热闹 而且以前根本挤不进来 所以拿不到那个管理证 所以我们都是看电视转播 那我就觉得让我认识更多 尤其像刚刚看着他们这样子走 那个声这样子绕一圈 很棒 而且加上今天风和日丽 又有风 然后又有太阳 然后又不热 在周易里面有一句话叫 天行健 君子已自强不息 所以说呢 在古人他们其实就非常推崇 说每天都要随着这个日月的流程 然后要有运动 那换我们的话就是说要活就要动 是 那我刚刚也讲了 我们孔老夫子呢 其实他不是每天都在念论语 他非常推崇的就是六亿 礼乐社育书数 待会在这边也可以看到社跟育 所以说他也是非常鼓励大家 除了念书之外也要起来运动 由于健走不需特殊装备 只需要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程度 就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也可以从健走开始 将健走融入生活当中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